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节目是 父有亲 子有亲 各位同学 大家请坐 今天晚上刚才班主任给我讲 他说有很多同学找到他 说看到老师心情不大好 大家很关心 还有的同学流眼泪 眼圈红红的 说能不能给老师洗洗脚 安慰老师 我听到这些反应 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这是同学们真正的进步 真正进步 我们大家现在学习传统文化 学偏了 为什么说就学偏了呢 我们把说文解字 我们把顾勋汇转摆得满桌子都是 大家在那密密麻麻的在做学问 把书本合上 一站起来生活开始了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问题毛病都出来了 头一个是什么呢 麻木不忍 很多同学他能够看出来 老师心情不好 难过了 你看他能看到 也有一部分同学他看不到 什么原因呢 人情视力不同 表现人情视力不同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自私自利太久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传统文化 为什么要学 成为一个 人人人都喜爱你的人 大家都欢喜跟你在一起 满腹经纶 像杨修一样 谁都讨厌 最后 被曹操处死了 什么缘故呢 根本不管周围人的感受 我们大家 在一起 来学这个传统文化 不能学傻了 更不能学得麻木不忍 你看弟子 你看弟子归讲 头一句话 父母呼应无缓 什么叫父母呼啊 你看我原来印象都很深 爸爸妈妈下班回来 不怎么说话 妈妈就讲 快去 你爸爸今天不大高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从小就教我 从小就教着 教个什么呢 眼睛向外看 耳朵向外听 六根 人有六根 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身体能够触摸得到 心里能想得到 六根 这六根向外 怎么样呢 观察 观察 头一个观察谁 爸爸妈妈 今天脸色不太好 嗯 有事情 应该怎么办呢 马上安慰 从小就教 会看人脸色 我想起来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什么情况呢 夫妇两个人 这个丈夫啊 非常的喜欢一只猫 忽然有一天丢了 找不到了 这个妻子百般安慰 我们是好朋友 我去我们见面 她太太就跟我们讲 你们最近不要提包 她听了难过 这是好太太 为什么呢 她对自己的丈夫 无比的关爱 那我问你了 你爸爸妈妈如果喜欢猫 猫丢了 你作为儿子 作为女儿 能不能跟周围人讲 大家来了 不要提猫 我父母会难过 你能不能到这个地步啊 我们看到周围这些人士 要受教育 受什么教育啊 受人情势力的教育 受接人待物的教育 外行啊 看不懂 看到跟没看见 一样 所以同学们 要从很小的时候 就受这种教育 受什么教育啊 六根呢 掩耳逼舌 深意向外 头一个就是父母 那叫尽孝 你应该的吗 六根都都设在父母的身上 大家要知道 爸爸妈妈回来 他不会告诉你 我今天心情不好啊 你要来安慰我 天下没有这样的 那怎么办呢 靠你来观察 你心不在焉 没有这份孝心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今天同学们 能说出这些话来 真是进步 真是好 懂事了 我们常常听说那句话 这孩子懂事了 好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在外地 那个班上都是小同学 老师心情不太好了 没多久 过来个小同学 给我画了一幅画 画上是什么呢 一只老母鸡 画画的小胖姑娘 现画的 刚画完的交给老师 他也都看着我 送给老师一幅画 一只老母鸡 我说是不是你刚画的 刚画的 然后他看着我不说话 他也不会问什么 他知道我喜欢老母鸡 他也看出来 老师心情不太好 拿这幅画 哄哄老师 安慰安慰 如果 你是这个大人 你做何感受 在所有的同学里 这个孩子最好 我们从小就要学这个 那种亲切 那种感情 这叫什么呢 我们常常讲 有情 有义 你不能天天让老师 亲伺候你 照顾你 你看那小同学 真的是 拉完把把老师给擦 擦完之后 掘起来看看 有没有擦干净 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这样来 一把屎一把尿 那老师的恩德 没法用语言表达 妈妈爸爸都做不到 反过来 要交给孩子们 他是一场白纸 你交给他坏 他就是坏的 你交给他好 他就是好的 交给他们什么呢 人要有情有义 父母对你这么好 老师对你这么好 你应该怎么样 第一个 你对老师对父母 要怎么样 要有感情 这个感情是什么呢 所谓父子有亲的 那个亲情 今天很多学佛的人 出了片场 学错了 错在哪里呢 他批评你 学佛要放下情职啊 不能有这个感情啊 他不了解 今天的社会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先恢复正常人的感情 因为现在大家 人都不正常了 何以见得呢 你看那些新闻 打老师 杀老师 打父母 骂父母 杀父母 太多了 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 大家冷漠 就是钱 没有感情了 那也就是从人道 堕落了 他虽然是人身 但是他的精神境界 他所受的苦暴 那种痛苦 都在地狱 恶鬼畜生 就是人中地狱 人中恶鬼 人中畜生 糊涂啊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先让他 恢复到人道上来 你跟他讲说放下情直 文不对题 那错的 他现在分明在 恶鬼畜生地狱嘛 你直接跟他说 让他正阿罗汉 放下情直 中间差太多了 人道没有 天道没有 直接出六道 阿罗汉 不讲道理 所以先恢复 父子有亲 头一轮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 五轮八德的教育 要恢复 要进行 头一个就是 父子有亲 那个亲情 这个东西没有了 你让他放下什么 他没有感情 他有什么好放下的 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今天的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通通标准是错误的 何以见得呢 我们看第一个教育 就是家庭教育 人生在世 头一个家庭教育 老师是父母 老师怎么教呢 这个父母怎么教啊 孩子二十岁三十岁 那个饭 妈妈给他端到跟前 这儿子四十多岁 拿过来就吃 那边打人麻将 就这么教 天天那个父母 就盯着这个孩子 胖了没有啊 瘦了没有啊 有没有受委屈啊 天天都是这个 这个孩子从小到大 他不懂得 要关心照顾别人 头一个你关心 你应该关心父母啊 那应该怎么样 这孩子过来 一说这样脸色不对 他就得跪这儿 爸爸妈妈就给他讲 你有多少天 没有问 爸爸妈妈 是不是瘦了胖了 你得问他 可不是说 哎 你胖了瘦了 这种教育 最后这个孩子 六根都不管用 他表现出来 傻瓜 我们说肺无淡 是真的 在我们身边 这种例子太多了 父母天天这样教 最后这孩子 六根都在自己身上 就是啊 父母也问 长辈也问 就是我是胖了 是瘦了 我营养够不够 我又没有受委屈 我过得好不好 通通都是他自己 别人死活跟他没关系 自私自利 请问这样的孩子 到社会上 谁欢迎呢 谁喜欢呢 这是害他 反过来 他六根不向外 天天对着自己 真正到社会上了 麻木不仁 什么都不会 更不要说关心别人 他没有受过这种教育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父子有亲是相互的 不是单相的 我们讲五轮 那是人道的最基础 头一个 父子有亲 父是父母 子是子女 他们有天然的亲爱 无条件的亲爱 爱护 所以父母爱护子女 父慈 这是什么呢 这是父有亲 子女 孝敬父母 爱护父母 伺候父母 这个叫子有亲 所以父子有亲 是向后的 你再看现在 完全的缺失 颠倒了 父母爱他行 他爱父母 没那事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 父有亲 子有亲 你不能忘了 还要有子有亲 现在人 都不记得这事 父母爱我行 我爱他 没那事 这叫什么呢 这叫轮场败坏 所以家里大乱 社会大乱 原因就是什么呢 子有亲 没有了 父母对你亲爱 子女对父母亲爱不亲爱 现在这种教育 没了 只有第一个 只有第一个 永远都是 你得爱他 如果天下的孩子 把这个都当成是真理 就你们大家爱我是正常的 我关心你们做梦 我也不会 不会正常的 把这个当成了 人理 当成了为人处事人生的标准 那就是 一片混乱 他自己非常痛苦 人道的混乱 就是从这来 父子有亲 做家长的 要常常的 管教自己的孩子 你有多久 没有关心父母了 在过去 这是由老师来教 现在没那样老师 现在也没那样父母了 所以 真正觉悟的父母 明白的父母 要天天 督导这个孩子 来照顾老人 伺候父母 正确 我们天天 嘴上也在骂 心里边也在怨恨 怨恨什么 现在孩子都不是人 你看那本书 父母 皆祸害 全国大概有 好像是三万多人 这书出来了 父母皆祸害 你把他生了 把他养了 哎呀 偶心立穴 最后他说你是祸害 三万多 当子女的 在网上弄了个网站 天天骂自己的父母 父母该死 那么请问 这样一个恶果出来了 原因是什么 第一任老师要反思 父母要反思 你是孩子一生 第一任的老师 你怎么教 学校还没教他 他就这样 为什么呢 七八岁就敢说 你去死吧 你看 他没上学 他就会说这话 自私到了极点 天天伺候他 哪天不周到 他就怨恨你 你们想想 这样的孩子到社会上 谁能欢迎的 谁能喜欢他们 反过来 老师确实心情不大好 小小的朋友 四岁 小胖姑娘 小胖手送上来 老师这是老母鸡 送给老师的 你是什么心情 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孩子呢 教他 就像这些学生一样 怎么教呢 六根向外 看着别人 第一个就是父母 长辈 老师 别天天去盯着自己 我这不舒服了 那不舒服了 你那没伺候好我 这 那哪行 我们今天 听到很多家长讲 孩子你只要把学习弄好了就行了 别的都不要管 没用 有的学佛 家长还讲 念佛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不管用 都不重要 学他干什么呢 好 那么这样的孩子 你给他送到一个地方去 怎么跟人家说 我这孩子就会念佛 你们伺候好他啊 这我们说不出口啊 十几岁 二十多岁 就让别人伺候他 那不成废物了吗 天下哪个地方能要他 我跟大家讲过 我是唐山大地震幸存者 那一年我七岁 从那一年 我开始做饭 淡水 劈劈着 喂鸡 给家里生活 为什么呢 父母都上班了 我记得有一天 爸爸跟我讲 妈妈也跟我讲 爷爷奶奶 地震遇难了 七十多岁 两位老人都走了 没有人再跟你做饭了 爸爸妈妈上班 你从现在起 要学会自己做饭 这是什么教育 这是爱的教育 真正的爱的教育 父子有亲的教育 为什么呢 爸爸妈妈讲 地震发生了 如果爸爸妈妈也走了 你吃什么 你怎么活 我们不能指望别人 给你做饭了 你得要自立 今天有几个家长 会说这些话 都是娇生寡养 无论农村还是城市 在这种教育下 这个孩子的六根 都不管用了 都退化了 尖不能挑 手不能提 眼睛看到任何事情 眼里看不出活来 就伺候他行 废了 报废了 还有的孩子会刷嘴皮子 这都是没人管 所以人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 这次我到香港 师父老人家讲 学习弟子规 教给小朋友 但是大人 都不会做 不会做什么 给父母洗脚 师父说来来来 今天我们上堂课 怎么给大人洗脚 老人家八七高零 亲自来演示这堂课 别人给他洗脚 让录像录下来 师父说 流通全世界 都要学这堂课 所以我们这个 纪录片的标题叫 人生第一课 人生第一课什么 伺候人呐 伺候父母啊 照顾父母啊 你不能天天让父母关心你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要学人情实力 要学待人接物 要大量的劳动 为什么 谋生第一课呀 哪地方缺你这么个姑奶奶 缺你这么个大爷 什么都不会 两手一扎着 白吃饭 什么都不会干 父母这样做 就是在害孩子 我的父母 常常跟我讲这句话 爸爸妈妈不能跟你一辈子 有走的那一天 剩下你怎么办 给你留堆钱 你都败家花掉了 成败家子 给你惹祸 要本事没本事 要德行没德行 连顿饭都不会做 你不能说我有钱 下馆子 那叫过日子人吗 那馆子 那个饭馆要关了呢 你没钱了呢 你不都饿着了吗 然后怎么办呢 他就该想外门邪道了 因为从小娇生怪养啊 女孩子当三培小姐 你去看 抓起来的那些妓女 他们怎么说 他并不缺钱 他能活下来 他为什么要做那个呢 好吃懒做 他宁可去当妓女 做皮肉生意 做那么最下贱的 最可耻的 这个职业 他怎么样 他也不愿意受累 谁教的 能吃苦的女孩子 会干这个吗 娇生惯养是同一个原因 第二个 不知道羞耻 不知道羞耻谁教的 饭桌上 多大的孩子了呢 八岁 十岁 更大的都有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六个大人伺候他 这叫无耻啊 他 一两岁 还则罢了 多大了 四十多了 妈妈端着饭 放在跟前 吃吧 儿子 看都不敢 吃 没有羞耻心的 谁教出来的 还不是你一碗一碗 给端出来的吗 一行话 计划生意 一行话 家家就这一个 又没有传统化的教导 长幼有序 三纲五常 统统没有 使劲的溺爱 你去问这孩子 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换八十个工作 他回家啃老去了 吃父母去了 不知道羞耻 你问他 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今天社会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根源 我们今天这堂课 把它讲透了 什么原因呢 父子有亲 没做到 你说我做到了 我把所有的心血 都给他了 你那个叫溺爱 为什么呢 他对你亲不亲呢 你没做到啊 父子有亲是相互的 不是父母有亲的 是父子有亲的 他不做到 所谓养不教 父之国 父是父母 长辈 你有过错 教不严 教导的不严厉 不严格 师之多 那老师懒动 不尽责 我们大家学传统话 一学 一看 就知道 今天社会的问题 何在 家乱了 家家户户的乱套了 他从小 没有受过这么好的教育 换句话说 就是正常的人道的教育 他没受过 你现在要求他 太难了 他成习惯了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我们 你看那个卖建材的地方 有那个铁毯 有那个钢丝 你看细一点的 很好围 你围出花来 他都很简单 这么粗的大钢筋 你一时就会 啪 舌了 二三十岁 年轻人 就是这样 他成型了 你这么教他 啪 舌了 你怎么办 双方都苦 父母苦 子女也苦 应该怎么 从小就教 教给他什么呢 把六根 放在父母身上 这叫什么呢 父子有亲的子有亲 父有亲 父母把六根都在你身上 天天盯着你 子呢 六根放在父母身上 父子有亲 这五轮头一轮 亲 亲 这个字 我们大家去看 说文解字 你一看这个字 他的解释 亲 智也 你看断柱 到其地 说我们到了哪个地方 这个叫智 哪儿 智哪儿 那个智 到其地 叫智 父子有亲的亲 人的亲情 你看这一个亲字 说文上的解释是 智也 到其地 什么意思 这个怎么就是亲呢 当初诞生的时候 这个字 造这个字的时候 是象形的 这个鸟啊 从树上飞下来 落到地上 这个叫智 到其地 什么意思 这个怎么就是亲 这跟亲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汉字 真伟大 学进去了之后 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每一个字 就像佛门的禅宗一样 能让你开悟 能启发你的智慧 能启发你的性能 启发你的本性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今天的节目是 父有亲 子有亲 在将近两千年前 许慎老先生 注解这个智 简单的一句话 到其地 也智 亲就是智 没了 后来人呢 根性越来越不好了 从汉到现在 两千多年了 就需要更详细的注解 大家被欲望护死了吗 自性的智慧 透不出来 所以到亲 出现了断育财断注 这是到现在 所公认的最好的注解 断注的注解 情义肯道 愈知 亲 情 这个情 指的是亲情 它是自然 本性 父子有亲 是本性 那种情 那种义 肯 你们去查 肯 诚恳的肯 什么意思 是吧 肯道 愈悦知 就像那个鸟一样 从书上就飞下来了 那这个叫知 然后他讲 父母者 就你的爸爸妈妈 是吧 情知 罪知也 对你的感情 最致 什么意思 最及时 最全面 最周到 最圆满 是断注 父母者 情知 罪知 这也 所以 亲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致 你看他不说别的 他用这个致 来 朱姐 这是道啊 我们道吗 六根堵死了 你道什么道 不通啊 这个道 指的是什么 下边是我的朱姐 眼道 别天天那个魂不守舍的父母在你面前 你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看他脸色不好看 看不出来 眼不道 道为亲啊 你不亲啊 说明你把自信堵住了 道其地 地就是你父母 你道没道 眼道 耳道 父母又咳嗽了 爸爸咳嗽了 赶紧准备 糖浆 什么东西 伺候着 鼻子道 一闻 哎呀 爸爸这说话 嘴里有味 上火了 赶紧熬那个 那个红锅水 泥水 带火 不用问呢 爸爸还不知道呢 你那碗泥水断过去了 怎么断这个呢 爸爸上火了 没上火 您喝吧 你怎么知道上火了 哎 真亲啊 心里万万那种亲切呀 没法用语言表达 说我这儿子 你看啊 经不换 他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呢 亲者至也 嘴巴到 舍能尝啊 一吃这菜 咸了 甭说话 赶紧自己吃了花扎 再炒一菜淡点的 往这一放 哎 你干嘛去了 爸爸问 哎 今天没做好 爸爸妈妈将就了 我下回一定注意 这个蛋 这个菜淡 要不你没法吃 你是hold闲 你待会上班 哪找水喝去 舌肠胃 味道 大家想想一个家庭 大家要都这样 能打 能打 他怎么会打起来呢 我说亲爱还来不及呀 他怎么会家家户户地打成那一锅粥呢 离婚的 离婚的离婚 是把父母 父子不认的不认 还有杀父母的 怎么可能呢 你说这个太太 夫人照顾丈夫 又能到这个程度 那离婚率能高吗 能不过吗 哪找你这样的女子去 好女子啊 你六根都到 你怎么这么会照顾丈夫 别人怎么不会从小那个孝道练出来的 父子有亲培养出来的 第一轮培养出来的 受过训练 孝女一定是好太太 然后身体能触摸得到 我总说这话 手一摸 爸爸手凉了 赶紧夹衣服 一摸手热 怎么手这么热 再摸摸那只手 这怎么回事 哎呀 是不是 这叫五心凡热 人子 不能不知一 得懂一 哎呀 这怎么回事 不光是摸身体 沉不昏定性 这个摸摸被褥 摸摸这摸摸那 都得摸摸呀 合不合适 这桌子脚 别把爸爸磕着 这儿别把妈妈绊着 水烫得快 赶紧往边上放 手到 眼到 眼到 耳朵到 鼻子到 嘴巴到 然后呢 心里还要到 眼耳鼻舌身 意 意怎么到 爸爸妈妈 上床睡觉了 鞠个躬 把灯关上 退出来 门一关 晚上往那 一坐 看看书吧 看不下去 为什么呢 琢磨爸爸刚才说那句话 什么意思 不能直说呀 有些话 父母是永远不会跟你说的 但是他有的时候 不经意会带出来 什么意思 这句话 琢磨 从不明白 好像是有那么个意思 哎 晚上睡觉 往床上一躺 灯一关 还是睡不着 老想 这叫什么 心里尽孝 刚才我们讲 眼睛尽孝 耳朵 手 嘴巴 鼻子都可以尽孝啊 现在是心里想 哎呦 想明笨 手头有点紧 明笨 怕忘了 开灯 披衣服起来 从自己钱包里 拿出五百块钱来 放在心缝里 放床头 第二天起来 找个合适机会 悄悄的 嘴 放在爸爸 枕头底下 哎 然后到单位 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短信 我把那钱 放那 知道爸爸 喜欢这套书 我一直想给爸爸买 我疏忽了 爸爸谅解 是吧 好几个版本 你自己选 喜欢哪一种 你去买哪一种 嘴 这叫道啊 就像那个鸟从树上飞下来 落到地上一样 那种感觉 想什么来什么 人生在世 怎么做父母 怎么做子女 这就是标准 叫父子有亲 这就是标准 所以你看 亲这个字 它灰 这边是个贱 正体字这边是个贱 六根之一啊 头一个 它代表六根 这叫亲 质就靠六根 反过来 如果这些孩子 六根都用在自己身上 我这个穿着不舒服了 那个我吃着咸了 这个我觉得不好了 都是为他 就像我刚才讲的 父母有亲 没子什么事 都得爱他 那就违背了 人伦的头一一 叫父子有亲 是相互的 这是天性 这是本性 所以今天啊 我听说 有这么多的同学 啊来找老师 啊 跟班主任讲 他们 表示 担心 怎么办呢 我们做点什么 好 应该 老师 永远 不需要 父母永远也不会提你 也不会向你们提出任何要求 说你来孝敬孝敬我吧 你来伺候伺候 没有说这个的 他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 你需要 你为什么需要 你长大成人 你要有人味 你要人情事理要偷 你要怎么样呢 有情有义 你那么自私 你走在哪 大家一看 这个人 太自私了 谁都不愿意跟你来往 你有再高的学问 啊 再高的学历 你看这个地方 有啊 大学生 相貌堂堂的 今天父母都关心这个 你看我儿子 长得多高 多英俊 多帅 女孩子多好看 多高的学历 都错了 为什么呢 他生活的这么痛苦 处处碰壁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讲的 父子有亲 人到五轮的 头一轮的教育 没有了 他只知道 关心他自己 爱他自己 我们这样做 就是把孩子 害死了 害掉了 不应该 溺爱呀 从小让他 怎么样呢 先从 爱父母开始 得教他 现在我们教的都是 爱他 错了 你看 佛门教给我们 一个人 自私到了一定程度 他就被欲望护死了 就像那个厨房的油灯泡 被油烟子护死 再开灯 他不亮 其实里边亮 但是他不发生作用了 不发光了 为什么呢 被那个贪心护死了 就是被自私 我最重要 被护死了 所以 父子有亲 这个头一轮的教育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它是相互的 它是本来自然就有的 你要问 为什么是自然的 你想一想 你从哪里来 来到世间之前 在哪里 在妈妈肚子里 喝妈妈的 真正叫气血 把你养大 你还不是妈妈身上的一块肉 所以你本来跟妈妈是一体 这一体分开之后 大家注意 他会互相找 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这个话 他本来是一体的 出生之后 这个 这一半和这边 他会去找 他是一体的吗 这个不用讲道理 他是自然的 同样的血 同样的肉 同样的精气神 他当然要去找 那是他的母体 他从那分出来的 所以他天然就亲 父亲母血 你见到爸爸也亲 见到妈妈也亲 为什么呢 原本就是一体的 你看 我举个例子 夏天 我们这个地方 被蚊子咬了 我相信 不要一分钟 你就把那个 什么风油精 花露水 就赶紧涂上它 手道 眼道 为什么呢 他的痛痒 你最清楚 你要跟别人讲 他说这不是废话吗 不是废话 你跟爸爸妈妈是一体的 他的痛痒 你为什么没感觉 从小不教了 把这种天然的这种亲 越来越生疏了 交给的是相反的 只是父母对他亲 子女的那个亲 不要了 这一面不要了 只是这样的 越来越远 就分开了 谁交的 你交的 你不交给他跟你亲吗 亲是什么意思 是 知 是道 你不让他六根到你这儿吗 你不让他六根来尽孝吗 所以他的六根是麻木的 不好用 表现出来 这个人 什么都不会 你可能反对 你说现在社会你去看 那孩子一个比一个聪明 他怎么什么都会 你说的不对 他比谁都聪明 我跟大家讲 这种解释 似是就好像是对 而非其实不对 似是而非 什么意思 我们常常有这个疑问 学传统文化的很多好人 善良的人 你让他去做一些事情 他真的是笨手笨鸟 好像是眼耳鼻舌 身衣都不大好用 挺笨 你看那个人 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办成了 你仔细观察 那都不是好事 这话什么意思 你要听得懂 学佛你就明白 单单用能力 来考证一个人 不足为凭 为什么 你到监狱里去看 那些死刑犯 这极恶的人能力很强 对不对 他比你有本事 死刑犯 大恶人 人类的罪人 人中害处 所以你用能力 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所以今天很多家长说 我儿子 我闺女 这个能力强 那个什么学历 不足为凭 不能 换句话说 不能够让他这一生 保证平安吉祥 没有灾难 不大可能 以什么为凭 以德行 以德行的话 他确实做这些事情 笨头笨脑的 那是他的福报 什么意思 他做坏事 不会做 说坏话 不会说 你看这些同学 学传统话这些同学 你让他去干个坏事 什么花言巧语 骗个人 他真不会 他绝对不如那个儿子好 那个儿子说的很好 那他怎么解释 那是他的业障 这边的孩子呢 他不会的呢 哎 那是他的福报 大家体会我这句话 他有德行 他做坏事 自然能力就不行 他就 他就 他就不会 他做善事 那可灵了 反过来 你让监狱里那些坏人 或者社会上这些乱七八糟 这些恶人 你让他来做善事 他话也不会说 事也不会做 俩眼一抹黑 准这样 那是什么 那是他的业障 他没这福报 所以用能力 不能评判 你的子女 评判一个人 也不能这么评判 这个人做善事 无人可比 真正有福报 做坏事 无人可比 那是他的业障重 没福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 评判一个人 吉凶祸福 好坏 我们培养的方向 教育的方向 从德行上 不是从能力上 那我们现在不是想锻炼六根吗 对 在德行的 在伦理的 范围之内 来锻炼六根 天天在自己身上锻炼六根 这个不行 有点闲了 那个你给我重做 妈妈你重来 这就在自己身上用功 这叫什么呢 这就在伦理道德之外 锻炼六根 你越练越坏 越练罪业越重 反过来 我们在伦理道德之内 就是有德行 在这个基础上 来练习自己的六根 修养自己的六根 你越修 你越有福报 越修 你能力越强 所以我们不必 自卑 好像他学历高 自古以来 没这道理 现在是这个道理 现在是这个道理 将来会改 人不能总错吧 他会改 总之呢 我们是要告诉给同学们 记住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老师 所有的老师 对你的恩德 我是讲 教给你 伦理道德 英国的 好老师 他的恩德 没法用语言来表达 所以这个话是古人代代传下来的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一个人的成就 必须要从根本开始 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 你要知道 感恩 报恩 念念不忘 一定记住 父子有亲是相互的 不能竟然老师心疼你 照顾你 伺候你 那样教那样的老师 误人子弟 慈悲生祸患 非把学生教坏了不可 所以说到最后 大家一定要记得 随时 减刑 自己六根的能力 这六根 是都注意在自己身上了 还是注意在 长辈 父母身上 注意在老师身上了 一个是违背自信的 一个是顺手自信的 结果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成为小人 罪人 凡夫 一个是成为 君子 闲人 圣人 了不起的人 你走哪条路 常常关心兄弟姐妹 对待弟弟妹妹 就像父母对子女那么关心 对待哥哥姐姐 就像对爸爸妈妈那样 所以长兄为父 是真的 总是关心他们 想尽方法 帮助 昨天我听说 班主人生病 全班的同学 跪着 在教室里 给班主人送一部 阿弥陀经 中午四个同学 伺候班主人 真好 应该的 不这么做 你有罪 为什么呢 成了父母有亲 不是父子有亲 那是违背自信 违背自信就有罪 你将来有报应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 现在你伺候 长辈 等你 长大了 晚年了 有人伺候你 现在不知道 照顾别人 将来可凄惨了 没人管你 这个叫因果报应 大家记住 古人讲 爱人者 人恒爱之 亲人者 人恒亲之 你对大家冷漠 你做父母的 说实在话 你的孩子 教成这样 你的孩子 这个命 甭先好 没人的爱搭理他 他只管他自己 谁教的 你教的 这个叫什么呢 父子有亲 人轮 第一轮 对了 不是哪个老师 发明 创造 说这个私塾 这个学校 传统化学 他们自己发明 不是 得有根据 你不能自己瞎讲 从小培养大家 自立的能力 爱别人的能力 先把自己养活好 有的同学 三天不修袜子 二十多岁 不会做饭 教育的失败 我们绝对不要学这个 这是极大的错误 你要知道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 干干净净的 那就是尽孝 为什么 父母一见到 好欢喜 真高兴 看我的孩子 干干净净的 你这手伸出来 全是泥本 满身好家 跟垃圾池那味一样 你父母难过 动不动 你就发烧感冒 难过 他自己都照顾不好吗 你在那还说 爸爸妈妈 你们一心念佛 求往生 他到临往生的时候 他走不了 为什么 我这儿子 是不是还没洗脚呢 你说他能走吗 你都不能自立吗 所以说 我们要六根 确实用在 父母 长辈 老师的身上 前提条件是 前提条件 你自己要先做好 你自己那儿 还走路 还走不稳呢 袜子都十天没洗了 你六根 给父母 你这不是 打闲诈嘛 所以 头一个 要把自己 先修整好 所谓 整齐严肃 占有占相 坐有坐相 接人带物 人情适离 你自己现在很通 别老让你父母那儿操心 说的挺好 听尽孝 你竟天天让你父母 在那儿忧愁了 竟然他们天天 这个 伤神了 都是假话 所以 说到最后 所有的同学 要安心修学 你说我见不着父母 六根使不上 不对 在自己的德行上 用功夫 这六根 这就是尽孝 走路有没有问题 说话有没有问题 起心动念 有没有问题 符不符合 弟子归 感应篇 十善业 再加一个杀命利益 符不符合 六根拥在这上面 那就是尽孝 不在父母身边 在父母身边 通通要做这个功课 否则你是 照顾父母 照顾挺好 你是在逃犯 你说 你是这有用吗 这父母天天看着你是怎么办 都是假的 自己 要先把德行 做出最好的样子来 一看你病好一半 本来没毛病 一看到你 先生一半的兵 先病一半 你是怎么行 自己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讲这堂课 什么意思呢 父有亲 子有亲 而且最重要的 子有亲 比父有亲 还要重要 就子女对父母的那种 爱护 孝敬 伺候 比父母爱护你还重要 为什么呢 你的一生 就要从子有亲开始 父有亲 不用教啊 子有亲 那是必须得有人教 现在没人教了 哪个晚辈 现在知道伺候长辈 儿女伺候父母 没人教 所以就没人会做了 最后 那个人呢 长大就不成人 不是人的样子 所以那么多啃老族 怎么来的 就从没有子有亲这来的 没人教了吗 那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尊敬的 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 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亲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 地君亲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意行 国艺秋聚 迷不谋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十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